我叫摩根,是一名猎人,在上次狩猎当中虽然拿了双五杀,不过决赛圈操作失误,被三人围绕拿下了第二名 今天我要一雪前耻,捍卫自己猎人的尊严 很快我坐上飞行器来到马市这个房屋分离的地点 落地遇到一名脱离队伍的猴子,单人五排的战力优势使猴子毫无还手机会 我继续搜寻猎物,落地两分钟的急速发育,使我的战力即将突破3000 接下来的一幕破坏了我在马市平稳发育的机会 敌方四人迎命而来,面对众多攻势,我只能边打边退 解决了点尾和猴子之后,我逐步向前推进 自身的高占力让我为所欲为,成功将五人全部击倒 我渐渐收拾残局,伴随着厮杀和怒吼声,引来了狂铁和打击二人 他们在抢夺着我的猎物,在猎人面前他们终究逃不过被狩猎的命运 七人全部击倒,但是只显示五杀费剑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十以内的加减法,我倒背如流 马市狩猎完毕,前往骁勇兵营,地图显示一人被击倒 我快速前往一探究竟,打击和安琪拉正在前往某处 第一次和两位女神这么接近,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将他们击杀,才能让他们永远记住我 猴子改来救场,不得不说,他是我目前见过最能打的 一棍一棒敲在身上都是那么的结实 刘邦赶来支援,见猴子也被击倒,二话不说冲了上来 此时我脑中浮现六个字,葫芦娃救爷爷 收拾残局之后,开始找寻下一个猎物 漫无目的的游荡,狩猎了六名脱离团队的猎物 也使我装备逐渐成型,战力稳健提升 好运如我,连续打了两个空头boss 爆出三件我最需要的装备,破晓破军水星锤 满神装三神器的我,已经没人能阻挡我吃鸡的步伐 决赛圈刷在北望城边,虽然独圈距离很远 不过我要提前到达安全区,等待猎物的上钩 遭到赵云和弓本前后夹击,我利用加速躲避了赵云大招 弓本随即收割了赵云,剩下点尾一人愣在当场 我快速帮点尾解脱这痛苦的挣扎,开始了我跟弓本的决斗 猎人和猎物终究是天敌,可见猎人更胜一筹 我还没来得及捡取物资,莫子直接先发制人 一炮打了过来,利用一技能突进开启大招 可惜了这么好的操作,我净化解除控制 三两下解决莫子,完成二十杀 独圈将近,我快速前往安全区,准备迎接最后的屠杀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原来猎物们已经在互相厮杀 我的到来让他们不知所措 从刚才的三打一局面变成了现在的一打三 完美狩猎三人,拿下二十三杀 终于不用再到处搜寻敌人 空头boss刷在附近,补充血量开始击杀boss 好运如我,连续三个空头都爆出了最理想的东西 将飞天技能换成成晓晶大招,准备狩猎最后的猎物 刚刚打完地图就显示点尾被击杀 在决赛圈能将点尾击杀,想必也是个难缠的对手 果然老夫子和程晓晶验证了这一事实 强者果然不同,到决赛圈的都是疯子 不过我身为猎人没有丝毫犹豫 面对二人的迅猛攻势,使出浑身解数击倒二人 在决赛圈搜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剩余猎物 和点尾交手的同时,狂铁在后方一闪而过 正在我费解的同时,狂铁带着队友虎过来抓我 28杀轻松到手,即将上一样式的我心机如焚 弓本非常配合的走了出来 面对迅猛的攻势,弓本大招都没来得及开启 29杀到手,开割附体,狩猎完毕 29杀也刷新了我单人5排的个人记录 感谢大家观看到最后,记得点赞关注转发一下 我叫摩根,是一名猎人,我们决赛圈见,拜拜